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十二讲的内容 关于学习动机 那么在这一讲中呢 我们主要来看关于学习动机 它的一个界定 那么我们会讲到 它的内涵以及学习动机 和学习效果的关系 学习动机和兴趣 以及呢学习动机的分类 首先呢在了解学习动机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动机 那么动机呢是指激发 引导维持 并且是行为指向特定目标的一种力量 它可以激发这个行为 引导这个行为 维持这个行为 保持在某种状态 并且呢能引导我们朝向 我们固定那个目标 这样的一种力量 那么我们来看动机的激发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激发这个动机 会让我们明白它的一个方向 和它的朝向 以及呢它的相对的强度会有多大 以及呢这个动机的持续性 有多长时间 那么在行为方面呢表现为 我们会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选择什么样的行为 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会不会很努力的来做 以及呢采取某种行为的频率 和追求目标的坚持性 能有多长时间用于在这个事情上面 那么知道了这个动机以后 简单的我们来了解了动机是什么 那么从它的概念 我们来引发出来什么是学习动机 那么学习动机呢 更常的是用在跟学习有关的一些行为上面 它指的是引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行为 并使之呢指向一定的学习目标的一种动力倾向 那么同样 学习动机呢它有这样的一些作用 它可以引发它可以来解释引发 定向和维持学习行为的原因 于是呢学习动机它就可以来引发 定向和维持我们的学习行为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学习动机的引发作用可以做什么呢 学生呢他可以对于某些知识或技能 产生一个迫切的学习需要 我很想学习这个东西 因此呢就有了一种学习的内驱力 唤起我们内部的一种激发状态 并产生一些不同的心理体验 然后呢激发起一定的学习行为 那简单来说呢比如说 平常呢我一个英语学的成绩 还很不错的一个同学 平常考试呢成绩都还比较高 有一天呢他在路上走的的时候 碰到呢一个外国人呢跟他来问路 那这个同学呢就发现 这个外国人说的很多单词呢 他可以听明白 但是自己表达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结结巴巴 于是呢就发现 平常学习的英语可能都是属于一种哑巴英语 那么就激发了这个同学呢 要好好的来学习英语这样的一种内部的驱力 这样的一种冲动 一是他呢好好的来学习口语的表达 那么这个呢也属于学习动机 对我们的一种引发的作用 激发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力 那么同时呢学习动机 还有有了这样的一种学习动机 它还有定向的作用 这个定向的作用呢是指 以学习的需要和学习期待为出发点 使学生的学习行为呢 在初始的状态呢就指向一定的学习目标 像我这个同学 我这个目标就是要把口语学好 于是呢能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的来学习 比如说每天早晨呢 我可以早一点起来 在上课之前呢 我先去朗读英语 然后呢很好地来锻炼自己的口语的发音 以及能流利地来讲不同的语句 或者说呢 他去报名一些其他的口语培训班 有更多的参加英语讲啊 和其他的一些来自国外的朋友呢 能更好地来交流 促进自己呢能够在口语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那么这样持续去做 并且长时间能够保持这样认真的态度 然后来学习英语呢 这就称之为学习动机的维持作用 那么通过学习这三个作用呢 我们就可以来更好地明白 学习动机 它可以在学习中很多方面都帮到我们 那么除了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以后 我们会做这样一个行为 并且长时间地来做这个行为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李老师我有了这样一个学习动机 那跟我学习的最后的成绩 那个是我们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 更关注的一个东西 它跟学习效果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们的关系呢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学习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困难的很难的一些任务 一般来说是不是要我们有很高的动机 才能把它完成呢 但是实际上呢 研究者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在学习简单的任务的时候 反而需要我们维持一个高的学习动机 那么中等难度的一个任务呢 我们就维持一个比较适中的学习动机 是更有利于我们获得更好的效果 反而相对于难的很复杂的任务来说 我们维持一个较低水平的学习动机 对我们来说呢 是一个最佳的比较B点的一个学习动机 那么这个曲线呢 也称之为是耶克斯·多德森的定律曲线 它指的是唤起的这个动机水平 和不同的学习的这个效率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表现了在不同的任务的时候 我们应该分别激发一个什么样水平的学习动机 是更有利于我们获得好的学习效果 于是呢 参照这样一个曲线呢 我们在从事一些相应的任务的时候 也就知道自己大概应该差不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趋力和动机 会使我们更好的完成我们对应的这个工作 那么除了这个和学习效果的关系呢 老师还想要强调的一个点呢 是兴趣 兴趣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就是动机的一种 但是我们说对一个事情很有兴趣 像老师很喜欢弹这个夏威夷小吉他 那么这个兴趣呢它的差别在于 这个活动呢 这个方向它是比较专注的 而且呢这个事物是很具体的 那么兴趣呢 我们指的是趋向模仪 对象活动的内在倾向 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它跟学习动机是很 那个概念是很一致的 那么我们再了解了 这些具体的一些小的方面的内容以后呢 还有一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的是关于学习动机的分类 目前呢关于学习动机的分类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是根据这个学习动机的内外维度来分的 内外嘛可想而知 它分成一个是内部的 一个是外部的 内部的呢 大家就想内部的 就指的是对这个学习本身 本身所这个兴趣所在而产生的这样一种动机 外部的呢大家可以想到是靠外力来 促使我们去学习 或者是去活动 这是由外部的一个诱因引起的 那么内部的呢 一般来说 产生了内部动机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活动中 就可以得到一个满足 我们可以积极的 促使自己来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会有具有非常多的好奇心 喜欢来挑战这个任务 而外部的动机呢 比如说我成绩考多少分 然后爷爷奶奶会给我们多少奖励 或者爸爸妈妈会给我们买一个 很久以来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么一旦你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呢 这种动机便会急速的下降 此外呢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 一般如果是外部动机促使的 这样的一些人或者学生呢 他们往往会采取一种避免失败 或者是选择挑战性不是很大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这样的人呢 万一一旦失败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对他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 而内部动机趋势的人呢 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涨的水平 能够更好的完成 这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学习的 那么另外一个分类呢 是根据这个奥苏贝尔他的这个分类来的 他把它分成三种 认知的内区力和自我提高的内区力 以及附属的内区力 我们就先来了解这个认知的内区力 认知的内区力呢 指的是要求了解和理解的需要 要求掌握知识的需要 以及系统的参数问题 并解决问题的需要 我们在认知上面呢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我们想要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求 因此呢 在这个学习中呢 我们就想要来探索 那么这种呢 就属于这个认知的内区力 在有意义学习中呢 认知的内区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最重要 也是最稳定的一种动机 这种动机呢 直接指向于我们的学习任务本身 那么满足它的这个 这种动机的这种奖励呢 一般是有这个任务本身 学习本身来提供的 因此呢 它也被称之为是一种内部的动机 我们想要满足它 就需要自己来做 我们会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在 那么另外一个自我提高的内区力呢 是指说 个体因为自己的胜任能力 或工作能力 而赢得相应地位的需要 我们想要有更高的地位在 有更高的声望 更高的名誉 那么这个和认知内区力 它有很大的差别 它不是指向任务本身的 而是说把成就 看作是赢得地位和自尊心的一种需要 它的根源 因此呢 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外部的动机 那么最后一个奥苏贝尔的分类呢 是关于附属的内区力 这个内区力呢 是指说一个人他想要得到长辈 家长或者是教师 对我们的赞许 然后呢 它都让我们觉得 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很好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对我们的能力呢 表示认可 从而呢 表现出来 要把工作做好的一种需要 那么附属内区力呢 也更多的并不是指向任务本身 而是指向外在的一些需求 那么对于它的分类呢 就需要大家来了解关于奥苏贝尔的这个分类 以及呢 根据内外维度呢 对它进行的分类 那么这一节中呢 需要大家了解的呢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大家在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呢 对于学习动机呢 有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 然后比较逻辑性一点的一个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主要来讲了它的内涵 以及和学习效果的关系 学习动机和兴趣 以及呢最后讲解了关于学习动机的分类 那么希望大家呢 可以很好地来把握呢 这四个方面的这些小点 那么第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